台湾 台湾 前进前进 生生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全快定位置 表明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秒的胜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秒的胜 我们第二位 请杨国志 杨校长 杨校长他也很用功 他们两位在我们的论文集里头 几乎每期都有他们的重要的论文提供 我们请 好 谢谢 杨院长 还有我们几位的专家学者 还有我们两位法师 各位贤修 大家午安 午安 今天能够到这儿来 真的非常非常高兴 刚刚黄议长提到温良公检让 其实刚刚他那个牌子应该在这儿 结果他就很谦让 很谦虚 说 把我换过来 这个 没有按照次序 你在在这儿 这个真正的实践者 那我想我今天要跟各位报告这个题目 那也是我们院长特别指定的 就是鬼谷文化在终身学习上应用 那也许你提到那个终身学习跟我们这个心灵响业有什么关系 大有关系 因为讲终身学习 你又不断的 不管在哪一个阶段里面 你都要去学习充电 那像今天在座各位 那么在这里 这个也是一种进修 也是一种学习 主要是什么 在提升各位的这个心灵的涵养 那因为 我们都知道 这个 今天的世界 是一个多元文化的 这个组合 而且朝向什么 一种自由开放的社会发展 所以在这样一个新的世界里边 最普遍 而且 很多重要的 这个危险的纷争跟冲突 你就其根源其实就在文化 也就是这个心灵里边是有一些问题 才会冲突才会有纷争 如果 就像刚刚 这个黄院长提到的 温凉公减让 其实哪会有什么冲突 会有什么纷争呢 所以这也是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学习 让每一个人的境界可以越来越高 所以我认为 各位也可以了解 在这个21世纪以来 就是今天新的世纪 21世纪以来 很多的哲学家 政治家 心理学家 跟教育家 也都在致力于探求什么 世界和平的途径 所以刚刚院长在接了黄 王教授 他在这个部分真的是很用功 而且很有心得 关于这个世界和平这个这个立论了 那其实 要累积很多很多的 这个人家的这个心得 很多人家的这个所见 再把它做一个融合 特别在我们护眼禅师 他的这个刚刚37年 这样的一个努力 慢慢慢慢看到这个效果 所以大概是前几年吧 那经过很多的推荐 他也是对那个诺贝尔和平奖 的入选的人士之一 所以我们从这里边 大家就可以了解 那么所以在 虽然他们在倡导着国际合作 教育的合作跟文化的交流 来谋促进世界的和平 就是刚刚讲 这刚刚我所提到了 可是 虽然他们有共同文化的 这个设计 交换研究的心得的成果 可是我个人觉得呢 虽然他们要去促进 世界的和谐跟进步 但是这个途径 真的难 而且没有看到这个很 这个 有这个绩效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太加强了 那也许在加强这里面 就要 必须要做什么 心理的建设 所以我认为 这个我们师傅 真的很有远见 所以他 虽然从鬼谷文化里面 去摘取 他重要的一些 思想的精髓 然后能够让 大家去追求 来发扬光大 所以我们想在国际的组织里面 所有的策略 如果 我刚刚讲 我们可以从鬼谷 鬼谷子的 他的这个思想当中 去探求他智慧之光 去截取他的思想的精髓 精髓 也许 我个人觉得 有一天应该可以解决 当前这个社会的混乱 的一帖良方 当然有待努力了 这个 所以要不断的 透过很多的这个 比如现在我们很多道场 那当然说 这个之外 怎么样能够扩展 去影响 这个其他的这个朋友 或家人 或社会的人士 那我相信这样的话 也许 把这影响扩大以后 大家心里得到了 这个升华 那我想很多纷争 很多冲突 就可以避免了 那我下面大概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终身学习的核心理念 那究竟终身学习 要学什么 那其实就从那个 70年代 这个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 他们大概就出版了一个白笔书 就是所谓的那个 如何学习 如何学习 这个 那我想在这个白笔书里面 他们就学提到什么 有五个学习的这个 就是说在21世纪里面 每一个人 每一个国家的公民 都需要学习 有五项的这个资助 就是如何去认知 如何去合作 如何去 这个 生存 真的还有最后一个 如何去 改变 一个人 你要去提升 那你很多旧有的习惯 你还是要去改变 如果你不改变 就是刚刚院长提到 温良公平 其实我过去脾气不好 那经过这个联修 也许就可以改变了 所以要去学习 找适当的地方 找适当的场所 那我们来 这个学习 所以这国际的组织 除了就是联合国教育文组织之外 那比如说还有 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还有欧盟 那么这些先进国家 他们都继续在推展 在推展中生学习 然后为了促进我们个人的发展 来提高 提升国民的素质 所以那个素质 我们就说 今天台湾 很多人说台湾人民的素质怎么样 我们说台湾人 最美好的还是人 但是还是有部分的 这个必须要再提升 必须要再提升 所以这里核心里边 我虽然这边提到 怎么样去保证个人的学习权 来培养应变的人才 你不是说 以不变去应外变 那不行 今天社会感染 非常进步非常的快 而且呢 也很多需要什么 去改变的 所以如果你不能去应变 当然所谓变要往往向上 向上去学习 那你这个个人就会改变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 因为经过这个学习 他把他的不好的习惯 导正了 过去不对的 那个学习的方式 他也改变了 所以我相信 这个大概就是学习的效果 所以不要小看说 那个学习两个字 如果你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那我感觉今天很多 这个企业家 那你可以看 他们说在鼓励 你不要张忠谋 虽然他已经八十几了 那个又抬得 他每一次 跟他的员工 跟社会人士 甚至跟学生 唯一的一个要求 你要终身学习 要终身学习 去改变你的气质 改变你的能力 你就自我提升了嘛 所以你今天在社会想生存 如果你不学习 那就被淘汰了 就被淘汰了 所以我想这个 真的是很值得 我们去重视它 那终身学习里边 有几个目标 为什么学习 第一个 帮助个人的发展 你个人想发展 你一定要不断的学习 那第二个是强化什么 民主的素养 所以人家说 今天台湾自由民主 是台湾的强项 但是我们的素养 底底有部分人 还是要提升嘛 那大概经过什么 经过教育吧 经过你学习 民主的素养才能提高 第三个 开展社区的生活 所以在这个里边 你能够扩大影响力 到社区 为人服务 我们把我们善恋 能够去影响 亲戚朋友 或者这个人 然后第四个目标 促进社会的融合 社会 不是对立 不是冲突 怎么样能够尊重包容 那第五个目标 就是要达成什么 发展 创新 增进生产力 促进经济的成长 所以你经济不成长 其实要很多很多没有办法 所以过去馆众讲嘛 昌领食 就是猪子礼节 你这个经济要够 大家肚子能够吃得饱 你才会知道懂得 所谓礼益 这个等等 所以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在中生学习里面 已经成为世界各先进国家 这个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 那今天台湾作为国际的议员 虽然过去我们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嘛 到六十几年的时候 我们退出了 但是今天我们还是参与设 整个世界的这个各个不同组织里面的 这个活动 那表示说台湾还有很多 值得可以向世人 那么去什么 去发扬的 那我想这里边 我把它归纳一下 大概这个核心的理念 有下面几个 一个就是保障个人的学习权 肯养应变的人才 学习权应变的人才 因为学习权是每一个人的权利 所以我这里边也提到UNESCO 就是联合教科文组织 他们就提出了 所谓学习权的宣言 把学习看作是什么 人类未来发展的必要条件 那个必要条件 那我刚刚也提到 就是说在1986年 他发表学习是内在的财富 所以我说学习是你内在的财富 内在的财富 他英文讲就learning the trace of faith 你越学习 获得越多的知识 能力 还有态度 你内在的财富 因为这些可以表现在外的 他说他什么 他讲这个 是内在的财富 我想这个报告书里面 那我想那个全文 刚刚那个院长提到 在我们这个古字信用的 那个系列里面 大概第三集里面 我全文也就登在那个地方 各位可以这个去查一下 可以好好在 那我只是在讲一下 刚刚讲说 那这五项学习里面 在21世纪 这个联合国 他呼吁全世界各国 要透过教育的途径 去改变 学生的气质 那大家要学五件事 刚刚讲 我刚刚讲到 一个叫学会求知 今天因为知识的爆炸 这个知识 增加了很快 如果你不学 大概就漏了 所以这里边 要强调什么 每个人必须 具有广博和专精的知识 你才能够对问题 做深入了解 而且加以解决 所以今天很多 我们对问题不了解 那你就没有解决的方案 如果你有这个知识 你大概就能够 这个去做这样的事 然后要学会做事 所以在学会做事里面 就是要 包括 做事里面要跟你沟通 沟通文叫communication 所以你看那个龟虎子 在他那个 那个十五篇里面 有边在讲那个 与的沟通 所以各位可以去看看 那学会沟通 那沟通这里边 尤其要学会对 处理各种人际关系 所以人与人之间 那个关系很重要 是不是很和谐 也许等一下 房教授他会有一些 这个这个这个说明 那我觉得这里边 包括合作的态度 解决冲突 要有创新革新的能力 等等 今天都很需要 很需要这个部分 就要学会 那这里边简单讲 你就要什么 能够尊重 还有包容 尊敬对方 包容对方 当然就没有冲突 就没有纠纷 但是我最近看电视里面 这好朋友在喝酒 后来一下就吵了 有什么好吵的 然后有一个人 不是车祸吗 我觉得很好 他的态度 感动对方 他不要陪他散散 就有什么你先说 对不起对不起 有没有什么东西 就是比你谦虚嘛 就很多不该发生的 这个大概就化解掉了 就化解掉了 然后要学会共同生活 尊重多元 以理智的和平的方式 去解决冲突 相互合作 这个都需要学 然后要学会生存 和学会发展 生命的意义跟价值 我们需要去了解 也就是教育最终的目的 刚刚我前面提到了 就是要协助 每个人圆满的发展自我 并且达成什么 自我实现 所以这个心理学家谈到最高的 就是要自我实现 每一个你都有理想 都有目标 那就透过学习 你大概就可以达成 最后一个就是学会改变 所以这个第五项的 这个基本学习 学会改变可以增进 什么个人组织 还有什么社会适应 变迁 引导变迁的能力 所以要学会改变 那我想这个是 我特别提出来 那么这个部分 然后我看这个最后 这里面 那我想这个谈到那个鬼谷思想 可以应用当前的这个智慧 这个部分 那我想从现代的眼光 这个角度来看 的力确确鬼谷 先是有很多 这个杰出的这个智慧 那我想这个 其实这里面我都提到 那个有精妙的 高僧精妙的权谋策略 还有处世的睿智 可以达成古统筋 古统筋用的 这个很多的这个智慧 所以你如果这个有时间 好好去看那个鬼谷子 它的那个权集里边呢 大概可以获得 这样的一个智慧 然后呢 它特别强调什么 这个百合所谓进行 这个中肯游说 那么这个部分 因为你要了解 整个世界的很多幻想的变化 那你别必须要从这里边 怎么样去 去 去 沟通 那么去协调 这个等等 这个来做 而且可以用 试用什么 现代人事管理的这个实践 那我觉得有很多的 这个说法 很多的理论 其实都可以在应用的 这个我想这个部分 我就不去多说了 那么特别是人际沟通 刚刚应用 我刚刚已经讲了 有助于现代社会良好的 人际关系的建立 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说辞 那 因为那个缘故很长 我就不去去引用 那我就把那个重要的这个论点 把它就归纳起 几点在这儿 那么最后一项就可以加强 人的教育 来提升人的素质 所以人是需要教育的 需要学习的 那这样就能够什么 社会能安定祥和 那鬼谷子的这个先知智慧 对我们会有很深切的启示 这是我个人在拜读 那个鬼谷 鬼谷子那个拳击里面 那么大概有一些 这样很粗浅的一些心得 特别提供出来 那么让各位去了解 特别特别 我这里边最后的结论里面提到 他能够深入探索人的心理的特征 心理的特征 还有心理活动的规律 那么并且论述 这个劝建 建议 协商 谈判 沟通 还有一般 互相互通的 这个 这个这个技巧 所以他的 我们可以体会 从他的 违言 大意当中 这个我们可以 好好的去做一个 思考 应该会有很多很多 获得很多 这鬼谷先知 他的智慧 那么用在今天 这个这个实际的 这个社会的 这个生活上面 所以我想 我一旦 以上简单 这个提起点 我阅读的这个心得 请各位来指教 谢谢 谢谢 杨校长 那么在我们 目前 推动的 整个古智经用的 这个主题上头 那么在 第五集里头 我有把它 在序文里头 特别 交代 我们总共 有包括到 12个大 主轴 在教育上的应用 在行政上的应用 在心理上的应用 在这个教学上的应用 在这个所谓 人际沟通上的应用 在这个两岸关系的 处理上的应用 在这个所谓 一个人力培养上的 人力资源上的应用 那还有 包括到在 修身养性上 尤其是说怎么样的 健康上 那么又跟中文 我们自己最关系的 那就是一个用意立人天的 实证研究 正道的研究 你用意立人天 你正道 这大家怎么做 要有用科学的方法 能够去把它整理 而且能够具有 这个所谓一个说服力 让人家觉得 可以接受你的这个说法 那么还有包括到 在大陆 有一个鬼谷园区 他们特别 要求我们 能够把那个主题加进去 就是把鬼谷园区的规划 怎么能够把鬼谷文化 能够用在这个上头 所以我们各位在 这个长时间也好 短时间也好 进入这个维新 圣教维新中 那我们就要刚刚像 我们杨校长所提到的 你如果能够把鬼谷子的东西 像他们几位 都是也是我被 他们有各自的领域 各自的专业 各自的专长 但是我说 你们去把鬼谷子的东西 怎么能够兜到你现在的专业上头 那他们一兜 一看这个书 哇 发现都是宝贝 原来老祖宗两三千年前 都已经讲过的东西了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能够去了解 这些鬼谷子的文化内涵 怎么样子能够除了 你去知道以外 能够用 用在现代的生活上头 那你能够把它 古字经用 能够活用 能够所谓一个活化 那我们这个中文才有生命力 或者的话 我们只停留在 那个背诵那些东西而已 所以这个就变成可惜了 所以我们在 现在有大概有一百篇的文章 都是像杨校长这样子所提到的 就是都把它用在各个专业的领域上 那我们希望我们中文法讲师 也能够更加努力的来用工 来收集资料 来用一些所谓的现代科学的研究的 不是很主观的 我告诉你就是这个样子 就这个样子 为什么要这个样子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你能不能说一个道理给我们听 如果是说你能够用科学的方法 收集资料 又能够去整理资料 又能够去诠释资料 就像说你普卦 你普卦 解卦才是重要 不是光你会普 你解卦 你的所谓一个知识的领域 到底是这么一点点 还是这么大 一点点就也是一点点 所以你会 不知道还有很多其他的相关的东西 所以这个就有点可惜了 所以我们希望这些地方 除了我们学术界的学者专家 帮我们切入来提到这一点 而且能够管用 我们自己本身也要加油 我们现在请接着 我们请曾校长 曾校长是 这个 各位 法谷山比我们历史要久 他是法谷大学的校长 他跟我住在一起 我们民国48年 进政大的时候 我们就是同样吃那个大锅饭 吃那个八个人一桌的 吃饭长大的 现在还住在一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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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刚才 杨议长提到 本人现在在 法谷山 当志工 全身的志工 当了十几年了 就是因为姻缘嘛 所以担任他一个职务 火焰禅师曾经跟我讲过 他三十几年前呢 他跟法谷山的创办人 圣言法师也认得 那个在台中亲属什么地方 火焰禅师给我亲自讲的 当时在场还有一位 李子仪是吧 李子仪李先生 帅长 所以他们两个是老朋友 法谷山呢 是强调心灵 各位很清楚 刚刚我们这个火焰师傅呢 也是倡导我们心灵 成立为生宗 并且成立为生圣教 这都从心里开始 所以两者们不谋而合 不谋而合 所以因此杨院长 多少年前要我来参与 这些工作的时候啊 我欣然答应 到底在这个地方 今天呢 我谈这个题目啊 倒是买外行的 买外行 刚才杨院长提到说 一百个秀才当中啊 各自有就他的专长啊 来研究鬼谷子的学术 或者想了一想起啊 我个人在正常方面好像似乎 不一定能够跟鬼谷子某方面呢 这个复合 但是我非常欣赏鬼谷子的一种 一种方法 他这个对峙的方法 你有什么问题发生 我想办法来对峙你 透过这个对峙的方式 我可能就赢过你 我可能就胜过你 或者这个问题啊 大概就这样可以解决 这跟我们大学里面教书啊 跟这个我们研究方法很有关系 因为研究方法 你必须懂得有一个方法之后呢 照这个方法朝这个目标 去研究 只有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然后完成我们研究这个疾苦 所以我写的文章啊不多 大概可能大概就一篇 就从一些研究架构上 我们来看鬼谷先师啊 他的一些方法上的 一些重要的地方 那今天呢 我讲这个外法维新啊 虽然外法维新 各位很清楚 也是我们火焰师父啊 最强调的 最强调的 事实上他成立维新宗 维新圣教的时候啊 他就把这个外法维新啊 例如这个第一句话 万法维新 心决定一切 最后才说 维新是一切万法 万法唯有一心 各位就很清楚 所以因此我想我今天讲这个题目啊 大概从方法上来说呢 我只朝这个方面 因为佛教的十三部大的经典呢 大概一般来说 所谈的都跟心有关 绝对是这样的 可能从哪个方面来看这个心 如果我们今天从修行的观点 来看这个心 也许我们可以把 佛教里面就关于这个心啊 分别两大类 一种呢 是烦恼心 一种叫清净心 所以烦恼心是什么呢 因为人心里面有贪嗔痴 因为贪嗔痴 所带来的 可能是很痛苦 很痛苦 所以因此呢 这个叫烦恼心 我就前天啊 跟一个在富人社的人啊 朋友啊 吃饭 他这个吃饭的时候啊 大家以为各位啊 参加富人社的人啊 都是很快乐 其实告诉各位 他参加富人社的人啊 照他亲身的看法 几乎有三分之二的不快乐 各位很奇怪呢 一般说参加富人社的人 有钱有力量啊 有那个大老板 不一定 他为什么呢 三分之一不快乐当中啊 一定有一些家庭的纠纷 有什么小三的问题啦 什么 跟太太什么 你说这个人怎么会快乐 对 你各位看到没有 所以你不要看那些人啊 表面上好像很快乐 所以内心里面 他很不平静 这不是贪嗔痴吗 带来烦恼吗 所以这个烦恼心 从佛教的修行来说 第一个心 第二个呢 清净心 什么叫清净心呢 就是你能够去掉贪嗔痴 回归心的本性 就是清净心 透过你的慈悲 透过你的故事 透过你的奉献 所带来的快乐 这个就叫清净心 现在我们今天讲的课题 万法违心 怎么样的是从烦恼心 回归到自信心 所以一次我这个题目 万法违心 我会不会三个段落 各位可能已经有印好的东西 可能要对待这个印好的东西来看 来听 比较能够了解一点 因为很多佛经 什么都问题 你们对来看 可能不一定很清楚 大家看到我说 第一个题目是 万法违心 以心的原点 各位心的原点呢 我是超 然后我们火箭禅师 在文心中系里面 心的原点是如如不动 各位都很清楚 这是从心的本质 所以第一个标题呢 万法违心最重要 以心的本质 就是心的原点 这是第一个 开宗明把这个标出来 第二个呢 我们常常讲 心为什么才能会被污染 到底在什么地方 要若是心能够亲近 各位看 我得提出两个 第一个叫六根清静 第二个呢 五蕴皆空 是到心的清静 第三个标题呢 天地是大的夜深 各位我们是 五蕴心中 非常重视这个意境 意境 是个非常重要的一门哲学 我跟人常常说 现在我们常谈 环境怎么样 它继续发展 可是很少有人谈 我们人类社会 如何继续发展 这很少人谈 可是很重要 所以我认为 人类社会 要继续发展 就要从 天地之大的夜深 投降的开始 而从 钱卦跟坤卦 所谓天行间 君子以自强不息 坤卦 第四坤 君子以后的载物 来 两个重大的原则 这两个重大的原则 就是到我们人类社会 能够继续发展 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途径 好 现在大体上 我 跟这三个标题 分别跟各位 简单的说一下 第一个 外华为心 以心的原点 我想外华为心 各位在有一些经典上 可以看起来 我特别标出 譬如说 华元经 大乘起信论 维摩经 这个经文当中 有一个字 大家可以了解 譬如说我们讲 华元经 应观法界信 一切唯心照 这个法界 这个法 就是表示 我们一切自然现象 身楼万法 的意思 第二 大乘起信论 心生种种法生 这个法在也是一样 所有身楼万象的发生 所有身楼万象的 灭失 都是跟心有关系 起心动念 可解的一切 第三个 随即心境 这伏头境 大家都很清楚 心境 这伏头境 这个就是从 五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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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出来的 所以因此 从这个角度看起来 我在引用 四无一句话 唯心是一切万法 万法唯有一心 这个什么 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 一及一切 一切 及一 这个意思 也就是 五毛 经所说的 不二法门 支持一家 给我分店 讲这好玩的事情 有一天 当年我 去接任 这个 教育 国立 这个国家投资馆 以前叫中央投资馆的时候 我印象 一进 他的会客室 奇怪 他这个会客室 有一个 有个横梯 有人送一个 送货扁 那是民书法家 他写个 富二法门 富二法门 我在当年学习 想 什么叫做富二法门 因为当馆长 不好意思问 对不对 问了好几天 有一天 我只偷偷 为一个 为一个比较 为一个我们 这个特长组 这个赛门书那个专家 我说我们客厅里面 那个富二法门 是什么意思 因为它很简单 支持一家 别无分店 我心想 这个真的 国家投资馆 我当了馆长 我把它改为 国家投资馆 也那是中央投资馆 我把它改为 国家投资馆 后来我又知道 富二法门是这样来的 这个是富二法门 这是我们讲 很重要 万法为心 第二个 心的原点 这个就是我们师父说的 这个师父 心的原点 什么叫原点呢 它是如如不动 心不动的 所以心不随进转 也就是我们 一般常来听到的 六祖谈经里面 讲一句话 外若着相 外若着相的话 内心就乱 就着相 对不对 内心就乱 外若离相 内心不乱 这件事情呢 外着相乱 内离 外离相 就近 安静 也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 六祖谈经里面 惠能 当他红人 这五祖红人 跟他讲完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金刚经之后 他很赞叹 他的言来 身楼万象 一切不理自信 所以因此 他发现五个自信 各位听看看 自信本清静 自信能生万法 自信本无动摇 自信本自具足 自信本无生灭 就无个自信 无主横人 听完之后 就把袈裟 就送给他 并且送他 到哪一方去 所以各位 就这一看起来 自信在如不动 但是后来 为什么会说 受到污染呢 这个时候 我们就不得不 借用火炎尝试 他的话 他说 但是每一个人 五根 是为 言耳必舍身 对不对 叫五根 因为你的五根 接触外界 去说 这个射身相畏除 他的反应的不同 而引起执着 或者妄想 道指自具之佛心 你这本来是佛心 改为魔心 魔鬼的魔 佛心变魔心 所以魔心 一旦现前 心机不安 时事存有恐惧 偏离正道 这是我们讲的 心的原点 那么有这污染之后 因此我们看第二个 六根清净 于无缘皆空 我们先谈六根清净 各位所谓六根 各位很清楚 刚才我们讲过 言耳必舍身 加个义 加个义 叫六根 六成呢 就是舍身相畏除 法 加个法 义跟法 不遂心理的 那什么叫六成呢 就是眼根 对射 耳根对身 那么舌根对相 相受的相 那么舌根对胃 这个身根对出脚 对你这个身体出脚 然后呢 这几种 母根对我出这个 结果呢 形成一个所谓 这个识别心 跟感觉心 就叫做法 这个叫六成 好 另外这几个根 相互接触之后呢 就叫五成 最后面一个是 叫五四 叫六四 就是后来叫六四了 这很重要 我们等会再加一讲 好 这五根 六根加六成 加六法 六三一十八 对不对 这个佛教叫的十八界 十八界有三大类 三大类 三六是一十八 这三大类当中 每一类彼此之间互有关系 这第一个我们要了解 互有关系 缺掉一个 另外两个不能发现作用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这十八类 这三大类当中啊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 这个三种 一个是属于生理的 譬如说 言耳必舌身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为什么 言有视神经 耳有听神经嘛 等等 所以属于生理的 所以属于生理的 那么五成呢 色身相畏主 法呢 它属于一种物理现象 所以生理的 物理的 最后一个 是呢 它属于心理的 所以生理的 物理的 心理的 这三方面 是蛮复杂的 那么现在在这上 我们今天就这个 内容里面 跟各位稍微 做一个说明 因为言有视神经 耳有听神经 笔有嗅神经 舌有味神经 深有感触的神经 那么这个意义呢 脑神经 脑神经 所以脑神经主宰一切 脑神经 所以称之叫六根 从六根所接触的 对象上来说呢 叫做六成 比如说眼根所见的 颜色或形色 耳根所听到的声音 臂根所修的香秀 舌根所修的味道 声音根所接触的 粗细冷热 问食等 那么一记上述 各根所接触 而产生的识别 感觉称之为腐疤 这个叫六成 六成 好 从六根接触六成 而产生的判别力 以忌业力 称之为六师 也称之为意识 意识 因为一般我们讲的六师 这是最重要的 行善行恶 所接的这个业力 就产生在业力 就产生在六师 所以我们看 从六成与六师 要靠六根的媒介 才有作用 六成与六根 要靠六师的判别 才有它的价值 六根有六师 要有六成的反应 才有它的功效 如果要比喻的话 六根是个镜子 六成是被镜子 所造的影像 六师是判别镜中 所造像的人 如果仅有六根与六成 而没有六师 那必然这个人 在身心方面 有严重的缺陷 所以六师 是六根的操纵者 六根是六师 用来接触六成的工具 因为六根是六师的工具 作善作恶 固然出于六师的主张 但是造成善恶的作为 它这个事实 就在六根的作用 比如说 眼根贪色 耳根贪身 鼻根贪香 舌根贪胃 身根贪细滑 意根贪乐静 因此贪嗔痴就来了 一来之后 那就跟他师父 在那个蓄当中 摩星一旦出现 执着 偏离正道 就开始发生 所以贪嗔痴 佛这两个把它称叫三毒 如果加上慢语 就五毒了 一般叫三毒比较多了 这是这个第一章跟各位谈的 好 下面我们看看第二个 五蕴皆空 说五蕴皆空 我们也用这个华严经 各位看看 心如工画师 画种种五蕴 五蕴呢 又听着这个五蕴 就是阴阳的阴 五蕴 我们心经里面也谈到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恶 你的五蕴皆空的话呢 一切恶 度化为成的 那么 还原真中 把这个五蕴 是指什么呢 摄 受向 行 摄 摄是指什么呢 广义来说 这个摄 是包含我们佛教里面 所说的 构成这个整个宇宙的 地水火风 我们人体也是这样 也是由地水火风 所构成的 所构成的 当然我们侠义来说呢 它只是指我们身体 跟我们身体所处的环境 主要是指五根 五根的一个作用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这个穷色 是指什么 受是什么呢 我在讲义上说 是感受的意思 是什么感受呢 是指五根接触 五成 之后的一种心理反应 就是你看 比如说你眼睛 看这个颜色 你会有个想法 这个色道的是 这个美 还是臭 丑的等等 它是一种感受 一种心理现象 第二个呢 受想 想的判断 它判断什么呢 大体上的说 是由感受到接受 你先有感受 而后到接受 接受什么呢 就是我们讲 人处到顺境的时候 它一定很快乐 碰到逆境的时候 它一定很难过 碰到好的东西 它一定很高兴 碰到不好的东西 它肯定就很难过 所以这种所形成的 一种心理的感觉 因此我们就是判断 其实按照佛教里面 叫观 就是觉 它的意思 好了 这就是行 各位啊 受想行 都是心理作用 就是贪图 贪图心 就从这里开始 行呢 就是你判断之后 怎么来处理 当然怎么处理 各位就很清楚 每个人都希望 好吃的东西 都看得起来 好的东西 好的 这个美的 吃好的 做好的 等等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感觉 贪真吃的心呢 就从看 从这里开始 就贪去 贪起 好了各位 最后这个事 各位看我们那个讲义 由于受想行 这三种心理活动 能够推动我们的身体 行为跟以言行为 而在操作物质的色身 以物质的色身 和受想行的心理作用 合一 好了 所有的善业 善恶 都从这里产生 所以因此就产生了 五蕴的识 五蕴的识 所以这个识运 是主宰我们生命的主体 那么前面所 说的这个识运的活动 所产生这个善 或者恶 所谓 一般所谓叫业力 就是我们整个 保存在我们这个识运里面 这个业 无论是善业 无论是恶业 可以三世流转的 三世流转的 就是这样 好 做这五蕴 配合前面所提到的十八戒 这色运中的四大 自然包括身体的六根 这个六根 外在环境的六层 心理现象的六式 好 所以因此我们常常在讲 佛教里面所不讲修行 当然就从这里开始 所以因此 如果我们讲 这个贪嗔痴 我们如果与佛陀 那个四圣地的话 它应该属于苦疾 苦疾 那么你五蕴受到干扰 也是属于苦疾 那么你如果你是 这个戒定会 以戒定会 这个佛教叫三无六学 意思是什么 是灭道 是灭 是灭道 是道解是灭道 就是灭苦的灭道 当然我们讲这个灭道 一般讲是八正道 对不对 比如说正见 正思维 正语 正业 正命 正定 正方便 等等 就八个正 但是这样 各位你看 这个八正道 基本上来说 还是从 这个戒定会 把它分出来的 分出来的 所以因此我们讲 这个六祖慧能法师 他非常重视这个志 他说一灯能灭千年暗 一智 就智慧的智 一智能处万年鱼 一灯能灭千年暗 一智能处万年鱼 这很清楚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 这个三五六学 这个戒定会 所产生这个修行 它分两种 一种是你的行为有偏差 在这个时候 主要是要持戒 用持戒 去守住那个五根 行为偏差 要持戒 用戒 去守那个五根 心呢 按照慧能大师的讲法 应该什么 要用这个定就定 因为定 而能处发挥这个智慧 由定而发挥 那么慧能法师 很重视 慧跟定 定会双修 定会双修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说 如果我们六根有亲近 当然我们要去除 所谓污染的这个五根 如果我们六根要保持 亲近 那当然我们要 把戒定会 佛教里面所谓 这个三五六学 我们要来作为一个 修行的一个重要的 一个方向 那么最后一个 跟各位谈到 天地之大德越深 我认为未来这个人 很重要 如何使得我们人类的社会 能够不断地向前面经营 因此我特别重视这个 所以全卦天行建 君子以自强不息 坤卦地势坤 君子以后德载物 凡此皆足以暗示世人 应秉承天地之大的夜深 自自得 成己 成人 成物 以人文化成天下 使物物相感通 所以混言师父 在这方面 有个非常经费的见解 我把他这个话 当成这个结论 安心法门 《贵固子八宝心法》当中 他说道 人活以世间 制着生命充满了光辉 生活充满了乐器 遗着生命便显得无难 无助 生活充满了烦恼苦恼 继续讲 人的一生分分秒秒 皆会发生许多事情 喜怒哀乐 贫富贵贱 喜喜乐乐 妄念一生 此种现象 继续留于心中 是天记忆中 苦恼因此而起 佛有缘 善 无善无恶 无是善不是恶 人类本既有的清净心 因分别意识 而制造出善恶 故需注意 不为恶言所博 而尽力寻善 以欢喜心去看待 如此才能真正超越善恶 自在失言 我非常佩服 今天师傅这个话 做我这篇短短的小文章 做个结束 感恩 谢谢